我们考虑我们对于 盧失幅α粒子散射实验的概念 我们重温一下盧失幅的散射实验 它是有一块金箔 用α粒子射进去 α粒子射进去 发觉大部分α粒子直穿过 很少的α粒子会反过去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它得出的结论就是 原子一粒和另一粒之间 核心部分是相距很远的 所以大部分α粒子都可以通过 不会撞到它 撞到的机会很微 所以这个是它的重要发现 如果撞到它 它会转回头 即是它表示比较重 因此答案就是第五点 原子有小 很小的距离很疏的 而且很重 即是撞到正的话 就会反过去 这就是盧失幅的实验 这个结论 来的 来的 好